2009年8月莫拉克颱风的豪大雨势 重创中南部 有人面临天人永隔的伤痛 也有人遇到在地产业摧毁 那晚莫拉克成了许多人的梦魇 高雄纳马夏正是当时风灾新闻主角之一 不少族人从灾区下山 让原本每天耕作的田地被迫暂停 后来青年不舍家乡土地荒废 许多散落各地青年陆续返乡 重新站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 比起在外面这样子奔波 倒不如回来好好善用自己的土地 然后在家乡这样子发展 看可不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 这样子一起回来 历经十年发展 地方产业开始有了变化 毕因气候变化 族人种植作物 从过去一年一季转向短期产品 但回顾这十年 纳马夏依旧停滞一季产业 也面临原乡部落产见困境 找不到稳定销售端 跟中盘山的狠心锅穴 也打击不少青农信心 每年的成长虽然有多一点 但是那个成长量很少 等于是农民他花费了很多的力量 但是他赚到的钱 跟他的所发费的时间 是不成比例的 这十年其实也蛮可惜的 就是说其实还是停滞在初级的产业 就是生产 那还没有进阶到加工 农民希望透过产业技术各层面提升 推动产业转型 同时跳脱单打独斗产业模式 以计划开启合作社或建立产销班 并透过休闲产业发展 带动纳马夏产业周边品牌 最主要就是拿到先从产销履历的 产销履历就是说我们要无毒的 或是有机的一些认证的 一些东西 要做出这个东西以后 有这个认证的东西以后 消费者才敢买 目前虽然说很多的补助措施 但是其实那个是治标 不能制本 那高经济作用是一定要发展的 那第二个你要发展那个加工 加工业 农民表示莫拉克災后 已走到第十年 还有很多农业政策仍要改善 现在族人慢慢走出风在阴霾 发展家乡农产业规模 期盼在未来的第二十年 三十年 在这些经济基底 看见纳马夏产业转型的新气象 原始新闻 虎宋 迪布鲁兰 高雄 纳马夏采访报导 对毛 рын摩 食品15 疫苗 未来我们今天受复 expected